臺灣的專業能力 這次出訪 我們主要關注的是三個領域合作的項目 分別是教育 醫療 農業 在這個項目當中 我們展現出來的是臺灣的專業能力 以及我們能夠給國際社會帶來的貢獻 教育 醫療和農業 就是17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 也就是所謂SDGs最重要的基礎項目 這些向友邦輸出專業技術的經驗 不但能證明臺灣的能力 也有助於告訴全世界臺灣 是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一言 在我們兩岸交流30週年的講話裡面 大致也對於兩岸關係的期待 我在那次的演講都已經講過了 我們也期盼在十九大之後 中國大陸方面 能夠繼續的大家一起來努力 能夠對兩岸關係的穩定跟改善 能夠一起來努力 我們都比較願意朝善意的方向去解讀 也希望在雙方都有意願 能夠改善雙方現在的關係 的前提之下 我們都很願意大家秉持個善意來一起努力 我覺得一個關係的維持和平穩定 都需要雙方的努力 那我們也盡我們所能的去傳達我們的善意 就像我講的我們的善意不變 我們的承諾也不變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走回對抗的老路 但是我們更不會在壓力底下屈服 這還是我們的不變的原則 這個APEC的架構可不可能會成為一個 我們兩岸互動的一個新的模式 那如果不是的話 它兩岸互這個新模式 會不會有一些原則 像是什麼對等尊嚴這些新的原則 謝謝 對等尊嚴不是新的原則 對等尊嚴是一向都有的原則 那這個APEC從1990年代開始 雙方都有派代表團 在不同層級的代表團 很多時候也都在APEC的不同場合裡面 都有一些互動 所以我們對這次的期待還是一樣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代表團 尤其是我們領袖代表團 也能夠跟各國的領袖 還有其他的代表團的成員 能夠自然的互動 這個案子 非常好 行政院已經進行行政調查 我想這個行政調查的報告 應該是在今天的稍晚會出來 我想行政調查報告出來以後 如果後續要有再進一步處理 由司法單位來接手的話 我們也都尊重 那總統府這邊跟行政院的立場是一致的 我想這個是一個專業的決定 這個絕對不會是一個政治的決定 那麼這個決定呢 我們也有請這個海軍 要秉持他們的專業來進行評估 那我們等海軍做完他們的專業評估以後 我們再來做個決定 這個整體的精神還是一立一休 好 那在去年的這個立法的過程當中 當然是社會做了一番的這個 在意見上面的一個表達 那經過這將近一年 尤其從今年開始的實施 其實應該講週休二日的這個制度 那我們在這個階段 再一次的去檢視他們 再檢視這一次的這個 現狀的這個一立一休 有什麼需要再去檢討 或者是做修改的地方 同樣的道理 這個也是需要社會大家一起來討論 我想我們不論做什麼樣的處理 總歸是希望讓勞工的權益能夠保護 那勞工的安全還有勞工的福利 不要減損的前提之下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給予我們的產業的發展 尤其現在產業發展 有很多不同型態的工作的方式 跟生產的形式 也能有一些談心出來 這件事情 持續這個社會都有一些討論 那我們也會聽這些社會的想法跟說法 那如果我們覺得這個社會有一定的公式 時間也適合的話 我們就來考慮吧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時候 我在選舉的時候 確實也有提到過說 我們的軍事預算 我們的軍事投資必須要持續的增加 那時候在選舉的時候 我設定的目標是 依照我們前三年的GDP的成長的幅度 來增加我們軍事投資的幅度 那大致這個想法 現在還是一個我們的主要的想法 那更重要的當然還是要變成 還是要從有效防禦 那以最經濟的方式 來遂行這個有效防禦 所以這是我們最大的重點 所以我也請我們的國防部剛才講過 協同各軍種一起來討論這個事情 這倒也不是 這是一個通漢性的事情 就是說因為我們軍用的漢馬車 有一些漢馬車已經到了要被淘汰的時候了 那麼因為它的時間已經到了 要被淘汰的過程 我們也去問了一下我們的友邦有沒有這個需求 背景是這樣而已